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心 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大家请来这 各位同心 现在要开始上课 请大家就坐 谢谢 好 这一节课继续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标题 台湾非国家也不独立 非国家也不独立 我们来看 这2004年 2004年的10月25号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他去北京访问的时候 然后凤凰卫视就给他做一个专访 就跟他做一个专访 那个时候2004年 你有想象吗 2004年那个时候 谁在执政呢 陈水平在执政呢 所以记者就问 最近中国方面有些不安 台湾一直在说 我们不必宣布独立 因为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为有26个国家承认我们 你怎么看 要问那个鲍威尔 因为那个时候 阿平上台的时候 一直在强调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鲍威尔就说 不论他们怎么说 我们的政策是明确的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不是独立的 那他没有作为一个国家 所拥有的主权 这样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是他们美国的政策 他们坚决奉行的政策 他们坚决奉行的政策 他们的美国的政策 明确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面 一个重申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那美国的三个公报 所以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基础 是三个公报 哪三个公报 哪三个公报 待会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就是 刚才那个鲍威尔 让鲍威尔 是给他专访的 我给大家提问 就是说 台湾不是独立的 不享有国家主权 这依然是美国的政策 美国坚定的政策 所以我们再看 是怎样 你觉得奇怪吗 是怎样既才要去奉问美国 是怎样既才要去奉问英国 英国首相 是怎样既才要去奉问澳洲总理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不会啦 因为实在乘客就知道我们不 因为台湾跟美国 有相当的关系 有一个相当的关系 那个关系就是怎样 美国是台湾这块土地的 主要占领全国 主要占领全国 也能处分台湾 也能处分台湾 所以记者都会去问美国 不去问白人 不去问白人 好 我们把鲍威尔的说法 整理一下 他在说只有一个中国 请问谁代表中国 谁可以代表中国 哪一个政府可以代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绝对不是台湾嘛 对不对 绝对不是台湾现在流亡的中华民国 好 台湾不是独立的 请问一下 包括说台湾不是独立的 还给大家问一句 既然不是独立的 那台湾的现况 现在是怎样 就是被占领中的状态 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持续被占领中的状态 他说美国的政策基础 是三个公报 三个公报 待会让大家来看三个公报 里面又有说到 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跟台湾都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好 我们以前讨厌 公民课本 或是说 以前 以前国中 或是教科书里面 都会跟你说 国家组成的要素 我想过 课本看过这个 他是不是都跟你说 土地 人民 政府 还有一个他好像没什么要说 主权 主权 应该说表现主权 就是外交能力 他通常不太喜欢讲 都跟你说 土地 人民 政府 你看 土地 台湾 台湾是被占领中的状态 美国占领中的状态 美国占领日本天皇土地的状态 对不对 所以说土地是谁的 天皇的 人民 现在 台湾这一席 这一席 有两种人 你如果简单说 就有两种人 一种 美国占领中 流亡的中国人跟本土台湾人 南南做一会 在取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所以现在混在一起 变成中华民国国民 所以人民的成分 不清楚 对 因为人民的成分不清楚 所以你的三行公 妈 他叫他在陪的流亡的中国人 他的阁源 你有直接看过吗 都是哪一种人 对 都是这个 要不然是这个的后代 几乎这个很少 几乎没有 对啊 所以你就看得出来 你刚才看 因为混杂在一起 他们中国人 会比较照顾他们中国的利益 你刚才看 他们 他们是不是说 我们的 台湾孩子 学贷 这样 派了 派了 派了这样 结果 这样 富学会很派了 我们是 中国的留学生来台湾 他们还付钱给他们 还补助 还补助三万做生活费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比较照顾什么 人 他们比较照顾中国人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是什么政府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 他们代表的是什么人民 他们代表的是他们流亡的中国人的难民 所以他们比较照顾什么人 他们一定是照顾中国人的啊 他们一定照顾中国人的啊 对不对 对不对 就好像说 美国政府 一定要照顾谁 美国人嘛 对不对 一定要照顾他美国人 因为美国政府是 由美国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的人 造成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府 他肯定有秘密 他肯定有秘密 跟他的肯定有秘密 要去照顾他的人民嘛 这个流亡的中国人 造成的政府 他敢不照顾你台湾人 不会啦 不会给你照顾啦 所以要怎么 要觉醒 一定要觉醒 不要再期待说 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 他会照顾台湾人的福利 不会啦 这是基本概念而已 基本概念 好 政府 现在在台湾这个土地里面的政府 是一个流亡的中华民国 他跟我代表台湾人 比一个例就好了 流亡的西藏政府 在德兰沙拉 他可不可以代表印度人 当然不行啊 对不对 当然不行啊 所以说我们本土台湾人 有政府吗 没有 没有政府 土地不是我们的 人民分不清楚 我们还没有政府 没有政府 你敢有外交令理 你就没有外交令 流亡的中华民国 他敢有外交令理 因为 严格说是没有啦 严格说已经没有了啦 当然他还会保持一个 二十几个小国家 跟他保持这种 国与国的邦交关系 他只是要 他只是要 跟他有邦交关系 对不对 没有人跟他有邦交关系 所以他没有一个外交令理 台湾人没有政府 他不可能就会有 不可能会有外交 中华民国 他是一个地方政府 他这个政府 没有人要他生存 所以他也没有外交能力 没有外交能力 所以他没有外交能力 他如果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都给他生金 他可不可以进入联合国 早就可以进入联合国 那干嘛还公投入联 对不对 就不用再公投入联了 好 美中三个公报 刚才包围里面 美国的政策 它是三个公报 它是做基础 这三个公报里面 就是由于1972年的上海公报 和1979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造公报 和817公报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 他们的817公报 其实这是一连串的 这个上海公报 就表示说他准备要建造了 就先签一个公报 建造之后 还有一个问题 要处理好事 说不好事 他还用一个817公报 来强化 来强化 他们的差别 来强化他们的差别 要叫他要处理 所以他的逻辑上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个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边怎么说 好像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美国这边怎么说 跟我们有关系 有关系 所以说我们看美国这边 对不对 我们看美国这边 来 我们看美国这边 美国中国奔л 美国总统 冷静 项 mo 是有听到听到这件事 所有的中国人在台湾海峡的两边 请问一下 美国有听到在台湾海峡的两边的中国人 都保持一种立场 那种立场就是什么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人一部分 所以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是谁的立场 什么人的立场 中国人的立场 那不是美国的立场 不是 但是美国人他是怎样 我有听到 我美国人有听到 我感觉跟你辩论 不需要嘛 不需要 那是你在说啊 你说你的 好度胜我做我的 但是你说你的 我没跟你生前 但是我有听到 所以他才说 我不要跟你挑战你的立场 那是你们中国人的讲法嘛 我不用跟你辩论啊 我不用辩论 你中国人 要教我美国人的讲法嘛 因为他如果用得太清楚 就没材料建高嘛 就是这个意思 好 再来第二点 好 再来第二点 台湾问题 这样你就知道说 台湾的问题 来自于谁 来自于谁 来自于中国人啊 是中国人在制造台湾问题啊 对不对 所以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是所有中国人 他们的利益嘛 也是美国的利益嘛 所以美国 所以要求说 他不可以怎么样 不能再动武嘛 不可以武力相向 所以说 我们来看清楚 他们这个公报里面 有一些内容 有一些内容 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制造者是谁 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要和平解决 好 那前来的公报里面 还说到 因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因为他知道中国人是 都坚持一个中国 坚持一个中国 所以 美国最后 最后的目标 就是要 从 把美国的军事 军事的部署 军力和军事的部署 要撤离台湾 你跳这句 好像真奇怪 美国要把军力撤离台湾 那意思是说 自于817公报进行 美国的军力就一直在哪里 就一直在台湾啊 对不对 就一直在啊 所以说 美国的军事 有没有 军队跟美国的军事力量 有没有在台湾 有嘛 从一开始 一开始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的军力就一直在台湾嘛 没有错嘛 对不对 就是说 我们上一个科 他是不是说最近六个分的 中国去联合国 递交抗议说 美国是武力侵略台湾 有没有 对啊 其实他不用抗议嘛 那就是军事占领的结果嘛 从这你就看得出来 美国军力有没有在台湾 有啊 对不对 二战之后一直到817公报都有啊 那他有没有解决 台湾军力有没有完全撤除 美国的军力有没有完全撤除台湾 没有 有这些看得出来 没有 好 同时 同时 会逐渐的 只要这个区域 只要台湾这个区域 紧张关系 能够逐渐的能够降低 那美国的军力 就会逐渐的减少 就会逐渐的减少 就会逐渐减少 就会逐渐减少 我给你请问一下 我们有最贵法理的课程 美国 他如果为台湾 撤军 撤军 不要军事占领的 那是不是就武力就解除了 就跟伊拉克同样嘛 伊拉克海山看台之后 美国是不是在军事占领 那军事占领之后 一直跟欧巴马 宣布自伊拉克撤军 那美国的军力 还有没有继续在伊拉克里面 就没有了啊 除非说他们再签一下 什么合约 什么协议 他们可以部署在这里 所以说 美国的军力 有没有离开过台湾 没有离开过台湾 好 所以现在817公报 在这里 美国有听到两岸中国的立场 他就是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这什么人会在中 中国人的立场 不是我们台湾人的 这里面都没说到你们台湾人 中国人 他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的制造者是谁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为了要给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 美国最终要撤军台湾 最终要撤军台湾 台湾 再举个例子 金门马祖有没有在撤军 有啦 金门马祖有没有在撤军 大二胆 那些都军事都撤了 待会怎么说到 海家两岸的紧张关系解除 就可以加速美国军力在台湾 美国在从817公报 你们就看得出来 台湾是不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是啊 这看得出来啊 对不对 这国际文件呢 再来1979年的美中建交公报 看美国这边就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在这里 美国因为建交了嘛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了 所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体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 因为这个概念 那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人会保持在文化上商业上 和其他的这个非官方的关系 跟这个People of Taiwan 会跟本土台湾人保持非官方的关系 同时只会在文化上跟商业上 美国人跟台湾人 会保持这种非官方的关系 当然了 我们台湾如果没有政府 当然也是非官方的关系 对不对 对不对 美国和这个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次的确认这个原则 在上海公报里面确认的原则 然后会再次强调 确定一次 再把上海公报再说一遍 原则就是这样 另外一遍 美国政府听到中国人的立场 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还是在经济公报里面 所以他也是说 我有听到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立场 这是你们中国人的立场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公报会成一个 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所以说中华民国就是 没有合法了 对不对 就是没有合法了 跟People of Taiwan 保持非官方关系 然后他们重申上海公报 就是有听到中国人的立场 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中国人的立场 好 来 因为整个后 一直到1982年 因为台湾 美国的武力还持续在台湾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什么欢喜 他说你的阻碍 抹中国跟美国的外交关系 所以说他们又要求 签一个817公报 当然817公报里面 他同样 就是把前面那两个公报 还杀出来说一下 重点是台湾的 美国在台湾的武力 其实都跟上海公报差不多 他到后 他也是要 逐渐减少在台湾的武力 当然美国在中国那边 因为他建交之后 他就发布一个叫做 台湾同胞书 和九点方针 要让中国人和平统一 要让中国人和平统一 在这里面 他就有说到 他要美国这边跟中国 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权 和领土的完整性 而且不干涉彼此的内政 不干涉彼此的内政 其实他有说到 其实他在这里有说到 这个中国政府 再次重申 台湾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这句话跟美国军力在台湾 有没有互相矛盾 有没有 有嘛 互相矛盾的啊 既然是内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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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国军力在台湾 怎么会是 就会干涉内政的啊 对不对 其实 其实你说有矛盾也好 没有矛盾也好 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要把它当作 台湾 如果你要把台湾 明确的细分的话 不要只看到这个名词 你要去把它地域上 做一个区隔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讲的这句话 其实也不冲突 你把金门马祖 把从台湾的成分切开来看 他在讲的这句话 就是金门马祖是台湾 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美国不可以干涉 所以美国要从金门马祖叫 那是他要模糊政策嘛 他要模糊啊 模糊下去 我们台湾人就有啥啥 搞不清楚了 在这里 这个 1979年的1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流亡在台湾的 他们的中国同胞 就是这个 The message to compatriots in Taiwan 到台湾同胞书 所以这个 compatriots in Taiwan 就是台湾同胞 中国人的同胞 在台湾 所以台湾同胞是什么的 中国人 是中国人 都是要让他们和平统一 就是叫他们中国人 留亡在台湾的 金门马祖 我不会跟你怎么 你们金门马祖 我们就能和平统一了 这是他们中国人 好 美国这边 对他们的这个 和平统一的提议 已经有具体方案了 美国也很赞赏 也很赞赏 如果说新的情况已经产生了 所以说美国会在这个 军售台湾这件事情 都会逐渐的来解决 其实这都有一个模糊政策 来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这个 刚才说的冲突点 好 要减少美国的军力在台湾 谁要努力 不只美国要努力 中国自己也要努力 所以两个政府 都要去努力 然后采取各种方法 来降低 来降低这个 军售台湾这件事情 最终做一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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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慢慢的 倒到时事来看 好 来 817公报 你说 双方互不清卵主权 领土安整性 这在联合国里面的宣传 大概每个国家都是这样遵守 这个没有问题 不干涉内政 我们刚才有说 军售台湾 军售台湾跟中国 把台湾问题 当作是内政问题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冲突的 是冲突的 但是他台湾的地域的概念 在这里模糊掉了 没说清楚 没说清楚 在这里 军售台湾最终要解决 来 美国不支持二中 或者是一中一台 好 817公报 三个公报会成 这刚才差不多有说到 我就先跳过去 时间不太多 好 三个公报 我们为其他的事实 来帮他做一个比对 做一个比对 第一 我们参加毛泽东 他怎么说 当然1817公报的时候 毛泽东 没在那时候 毛泽东说金门炮战 金门炮战是1954年开始建成的 1954年就建一次 1958年又建一次 1958年我们有印象 叫做823炮战 那叫823炮战 那这1954年 他们就开始在那建 那就是中国内战的延伸 所以说中国人 他们在金门家 福建沿海 因为 因为 因为金门家 他们是流亡的 他们是竟然打牌 所以说他们两人还在建 所以这种事情 在国际上 他们叫做内战 他们叫做内战 他说毛泽东 他对这个金门炮战 他看来说金门炮战 是我们跟台湾 连结起来的两个点 如果没有这两个点 台湾就跟我们没有联系 所以毛泽东知不知道 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知道啊 为了要产生关系 所以他把这个金门炮战 流亂放在蒋介石 所以说人不是都是有两只手吗 金门炮战 就是我们中国的两只手 用来拉住台湾 不让他跑掉 所以他们是透过 像金门炮战 中间借 然后跟台湾产生关系 产生模糊 所以你才有八一七公报 看着说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结果美国又均售台湾 这两个事实是冲突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小岛 是指挥棒 你看怪不怪 可以用来指挥 赫鲁雪夫和艾森豪 艾森豪最后就是 因为政府与中国 他们说他们在内战 这不可以签一个 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嘛 所以艾森豪就是这样 他在说的这句艾森豪 是这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那三个公报 对 台湾这个名词被模糊 是因为一种 这个浮河磨砂群岛 澎湖群岛 金门 和马祖 夹夹做指挥 把他统称就是台湾 把他模糊掉了 好 所以说 对蒋介石和毛泽森 那两个代表的是什么人 两岸的中国人嘛 对不对 蒋介石那时候已经来台湾了嘛 这个毛泽森嘛 毛泽森代表是 中国台湾这边的中国人嘛 蒋介石是台湾海峡 另外这边的中国人嘛 所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都主张 台湾的问题 是中国人的内政问题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他是不是这么说 其实 他就是把 毛泽森都自己说的嘛 他就是把金门 马祖放在这里 所以他才可以用模糊的说法 把台湾往南面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三个公报里面 看到很奇怪 既然是内政 为什么美国还均售台湾 而且美国的武力还在台湾呢 所以说 所以说 他们才贴一个中美共同 要贴一个共同的协议 1954年 就是因为1954年的五月到八月 解放军和中华民国的国军 都在浙江沿海发生军事冲突 九月柴山就开始炮击 然后艾森豪和蒋介石 签一个中美共同防疫协约 然后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关于领土和领域 这个概念 他就说在中华民国这一方 就是台湾跟澎湖主导 美国很清楚 金毛妈祖不是他买保护的地方 那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在1954年的时候 他就很清楚 他就签这条 他就跟你说 你签了他的中华民国这边 你的领域像这个 跟台湾和平洋 没金毛妈祖 美国这边 就是第一 他在管辖里面的西太平洋领域主导 他在管辖里面的西太平洋领域主导 西太平洋的管辖里面的 管辖里面的什么地方 1954年 这一阵 古金山和平洋已经签了 他领域主导 那时候 跟黑金山和平洋领域 还有台湾 澎湖 西山南沙 对不对 这是他管辖下的西太平洋主导 你还参考这个823炮战 1958年再建一次 请问一下 按照一般的概念 共同防御 如果发行建筑 美国要跳出来战 他要跳出来战 但是美国有真正清楚 跳出来战823炮战 没有哦 他是在后边 后边倒上 但是台面上 他都没有出现哦 他都没有出现哦 所以是按照这个 是按照这个处理的哦 按照这个处理的 好 那杜勒斯有来台湾吗 有哦 1958年 就是一间金门炮击了嘛 对不对 就是823金门炮击了 这时候 这个杜勒斯从来台湾 那他来台湾 他来台湾后 跟这个金门炮会谈 那他会谈里面 有一个重点 他们签一个叫 中美联合公报 这个资料哦 没什么人知道 但是这个数据 确实有发生 在这个中美联合公报里面 你国教蒋介石 签这个联合公报 说他要怎么 放弃武力反攻大陆 他要放弃武力反攻大陆 要签下去哦 这个网址你自己再上去参考 你时间完了 我这不再播放 你回去参考这个网址就可以了 他确实有来台湾 他来台湾后 他要叫蒋介石 要放弃武力 进攻大陆哦 好 1958年 今天没有要反攻大陆了 有时候就开始了 但是1961年 他又成立国庚作业室 要跟你订定反攻大陆 你觉得很奇怪吗 这要做给谁看的 要做给他那些人看的 野外那些人看的啦 要做给野外那些人看的 跟台湾人看的啦 要骗你的啊 对不对 啊 避免被美方得知反攻大陆企图啊 对不对 他有做这些事情 但是又驚美国知道了 有什么 因为1958年 他就跟他签攻 不反攻大陆了嘛 所以说他不武力反攻大陆了 他口号说改什么 三民主义 统一中国嘛 他就没法武力统一中国 他只好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嘛 他就是这样振的啊 对不对 这公家的理事 让大家听 你会觉得 哇 以前 以前都被骗的 都被骗到他类类类 还在这1962年的时候 蒋介石又开始说 已经准备好了 反攻在即了 这要做给谁看的 也是要做给野外手的那些看的 更不用说野外手的那些 知道说现在他没有要反攻大陆 改冰度嘛 对不对 冰度啊 对啊 改冰度啊 他所有的做法都是欺骗 欺骗的目的是要维持他自己的统治 统治啊 好 这个美国三母大叔 他很清楚 台湾就是富豪莫沙和澎湖 金马就是中国的 所以他非常清楚 所以他在中美共同协议里面 关于领土和领域 才会把它切开 他把它切开 好 金门测军 金门测军跟三个公报是有关系啦 跟这个 跟这个 中美共同华议协议跟 蒋介石跟杜乐斯会谈后 签的那个不武力反攻大陆 也是有关系啦 我们刚才有说到三个公报里面是不是 中国人都主张一个中国嘛 然后要和平统一嘛 对不对 所以说要和平统一 金门马祖要不要再有军队在那边防守 不需要 不需要 好 我们看这个 点击的压平 点击的压平 看看 来看到是位在呢 这个金门的大胆岛跟二胆岛等群岛 被称为是前线中的前线 不过呢 在三年之内恐怕要撤军了 因为国防部呢 跟这个金门县府达成共识 要推展观光 这次还不排除会开放 陆客到县城去旅游 三民主义统一专口 据说这根本是大开台湾的国防大门 在金门最前线的大胆岛 二胆岛等五个群岛距离大陆厦门 最近的地方只有14公里 用肉眼就可以看得到 而这里一直以来 都是国军防止大陆攻打过来的重要据点 因为我们目前还是仍以大陆作为假抢敌 你最听他讲的 所以我们在执行战备训练中 仍然维持着我们战备主角 岛上还有防止抢滩的鬼条寨跟地雷区 60年来没改变过 在大胆岛上 斗大标语写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更是成了大陆观光船必到的景点 通知海巡署 来派海巡艇来自国际 通知海巡署 但昔日的国防重地 现在国防部跟金门县府 为了发展观光 决定要撤军 金门县长李卧市更是开心表示 要开始做观光建设 今年我们就展开开始做规划设计跟施工的这个码头 只不过这也党立委听到这个消息 直说这根本就是让台湾的国防门户洞开 要了观光没有国防 请问现在台湾跟中国已经友好成这个样子了吗 但国防部表示开放观光 测军不测手 这玩文字游戏 更不会漠视国家安全 好 刚才里面有一个军人 他说 他们在那些防守 都叫什么单位防守 海巡署 他就是前线 战地 是怎么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军 处理防守 处理驱离 他们的海军要处理趴 对不对 是怎么叫海巡署处理 所以在这里就看得出来 中华民国现在还有军队 没有军队了啦 那军队怎么排出 不可以排出 所以在这里就看了 这是漏线的 平常现在我们没受过法律的口 我们要看贏的就过了 但是没跟人都跟你说了 人已经跟事实都跟你说了 这是我们没看的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 所以说大二坛要撤军 这就是两岸中国人都坚持一个中国 所以他们要统一 他们要统一 要怎么统一 和平统一嘛 要和平统一要不要有军力相向 不需要嘛 在美国中国互相不干涉内政 所以美国要不要去干涉金门马祖 这两块 不能去干涉嘛 对不对 所以说 刚才他们的公报里面说 雙方互不干涉内政 那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那你如果把 我给你说的 台湾把它模糊字眼 再把它跳起来 变成金门马祖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美国跟中国两方 互不干涉内政 这样倒下来就完全正确了 那个美国在台湾的军事部署 你这说得通嘛 对不对 这说得通啊 所以美中两国都要共同 从创造有利条件 撤除美国军力 就是要从金门马祖撤军 就是跟他们的三个公报 都有关系 跟他们中国人 要和平统一 都有关系 2008年的6月 金门要拼光光 县长要求撤军 管长要求撤军了 你说很奇怪吧 管长可以要求总统撤军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金门管长大概知道什么事实 对不对 他才敢这样说 只是叫他出来说 大家就顺遂推草 撤军就好了 金门马祖要撤军 金马要撤军 有没有撤军 来看 不再当战地了 金门再检两千个兵 然后他们要缩紧到说 缩紧到说 大概只有三千人 大概只有三千人 2004年的4月 这陆战队也要采 要钓往缺乏两栖设施的澎湖 陆战队是两栖作战的 他钓去没有两栖作战的设施的澎湖 这样不是陆战队 就没有载条件了嘛 对不对 陆战队就不是陆战队了 部队失去价值嘛 就没有部队啊 再来 2014年6月25 大二壇 月底要移交 六月底要移交给新门县政府 江湖法要出席 好 大二壇确定了 六月30号移交给新门县政府 没有载条件 没有载条件 你看 我们在营卖 给大家提供这些资料 给大家看一下 整理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些资料 都没有暗闪起来 只是说 我们有法度把他 收集起来 做一个分析 分析出来 你就很常说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 什么 无处 我们来无处 台湾关系法 刚才他也说 NegroPontor 也说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 看中文 就是要授权 授权美国政府 继续维持美国人民 跟在台湾人民的商业文化 及其他关系 有没有超越公报内内容 就是台湾维持商业文化 一些其他关系 你如果看 你如果看 英文办的 刚才那句话 他就是这样 by authorizing the continuation of commercial cultural and oth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n 台湾 所以美国很清楚 台湾这个地方 有 人民有两种成分 至少有两种成分 所以他没有做什么 of 台湾 他还要照顾 你不想在台湾的中国人 你不想在台湾这个中国人 所以他才能说 people on 台湾 住在台湾人民 台湾居民 好 这个台湾关系法 里面的第十五条 他就有写到一些定义 他在定义 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台湾 台湾有写到 如果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 说到台湾这个字典 台湾这个字典 如果说到领土 领土范围 就是说 Islands of 台湾 and the pescadores 就是这个 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如果说台湾 如果是指的是 领域地域的话 或是领土的话 就是只有 台湾跟澎湖 Islands of 台湾 有没有 Islands of 金门 Islands of 马祖 没有 没有 所以台湾关系法里面 没有金门 马祖 所以这件事情又跟 公报里面 其实又一样 很清楚 如果说 如果说 这个 这个开湾关系法里面 如果说到台湾 指的是 人民的话 那是指谁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就是 住在台湾这些 德树里面的人民 所以有包括中国人吗 有啊 有包括中国人 所以台湾关系法 其实是在照顾什么人 其实是在照顾 那些中国人 我们是尽量 给它影响到 这样而已 好 再来说到法人 就是按照 目前管理当局 设立的法律 就是法人 如果说台湾 指的是一个政府 治理当局的话 就是这个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在台湾上面的 在台湾上面的管理当局 你就去看喔 这管理当局是负数喔 是负数喔 所以可以喔 好几个政府组织喔 Government Authority on Taiwan 这个 管理当局 在1979年1月1号以前 它是被承认为中华民国 美国承认它是中华民国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中华民国 这个图実 1979年以前 是被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 但是1979年1月1号以后 他不承认它了 他只叫他 台湾管理当局 或者是说 中华民国的继任者 Any Successful Governing Authorities 这样 所以说 阿姨 選中华民国总统 按照台湾管理的话 他是 中华民国总统吗 不是喔 他是台湾治理当局的首长 他是台湾治理当局的首长 所以说阿姨 他要選到 入方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去就职演说 对不对 阿姨 这些人说的时候 他是不是那些狗子 跟美国越来越去 要有美国 要有美国 同意之后 他才能联 所以说 在这里就看得出来 美国 对台湾的影响 是五年轻 为什麽轻 就是根据 鼓音双合并教育 根据日子 世界在前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 战败的一方 被征服的一方 因为美国是这个二次世界战 太平洋战区的主要占领全国 所以这里一人船 一起来跟台湾关系吧 美国的所有的影响 都不会离开台湾 好 这个 编一下 编一下看看 美国的影响 金门马祖 都会直接归类中国大陆 就是因为护照本上的这行字 出生地福建省金门县 惹来一肚子气 一位许小姐打算赴美深造 日前到AIT办理美签的时候 因为护照上显示 属于福建省金门县 AIT的电脑系统 直接把许小姐的户籍 登记成为中国 还要求美国学校方面 也得将许小姐归类为大陆籍 让人气炸 这样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太不合理 而且这乌龙真的很大 这个部分 对我们金门马祖来说 都是心中的痛 实际上AIT这个魅力四十八 当地民众不满 立委也抱怨 国籍问题 长期遭到吃豆腐 但AIT双手一摊 认为没啥不妥 外交部强调争取多次 但简单的电脑程式问题 却让金马地区民众 饱受困扰 被逼着每回赴美 都得充当一次大陆几元事 专事转成一帆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这个报道里面 有很多人 有讲话嘛 对不对 你看里面 没讲话 没讲话 是什么人 AIT 对不对 AIT他没有讲谎话 意思说 这是福建人 也有台湾的护照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的事情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 对不对 但是他有没有说谎 没有说谎 但是 旅王党民国的政府公安 有没有说谎 没有 那模糊嘛 他说一个国籍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有可能 所以他撒那种 撒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那个也不是电脑问题 那就是因为金门马祖这些的居民 他就是属于中国籍 他就是中国人 这是无庸置疑 这不用辩驳的 所以说人家电脑里面再给你设定 他们就是中国籍 他们的国籍就是China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电脑技术上的问题 这是本来政策上就会导致 这个电脑上会有这个选项 所以 旅王党民国的政府官员 有没有说谎 他是说谎的啦 对不对 他是说谎的啦 对啊 媒体也说谎啊 对不对 媒体也说谎啊 所以说 他没要让你知道嘛 他没要让你知道为什么嘛 所以他只说欧白 你布袋的理由 把你倒倒的 感觉好像是这个 对啦 这个理由好像也听着过去 对啊 就给你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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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这件事情就可以 你就可以再确信一次 美国对台湾 跟美国对金门马祖 是看法是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是完全按照国际法 在确认这两个地方的居民的身份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都照国籍法处理啊 不是像他讲的啊 你点到技术上问题 叫他去修改啊 要怎么修改 对不对 不再修改啦 已经是这样了啦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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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说 因为发生这种事情嘛 就用一些青菜的理由 帮你洗洗过就好了 说每次要赴美 再当一次中国人嘛 这样啊 好啊 那今天的时间也带到这里 好啊 如果有机会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义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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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